没有军北越的虎符,就只有天徽帝的圣旨才能调派得了北疆这三支大军。 北疆有三支大军,号称虎军,白虎、黑虎、红虎,因为将士铠甲调有凶虎而得名,分守着西楚三界之地东秦边界。 欧阳将军要调派的便是守着西楚南大门,大洲北大门的最精良之兵白虎军。 欧阳将军请求亲自调兵,这意味着什么呢? 这就意味着他要暂代军北越统领这支白虎军了。 说得直白一点,就是他想吞了这份兵力,趁机夺取北疆的驻兵权。 欧阳将军的心思天徽地起徽看不明白,他见没紧锁,许久之后才道。 此时明日在意,来人传令下去,今晚若是再没有要王爷的消息,统统提头来见。 父皇,等到明日,西吹威仪。 军北辰交集道,调兵,姿势体大,西京十万大军一夜就到,明日在意吧。 天徽地挥了挥手,焦急烦闷得很不耐烦。 欧阳将军还要劝,天徽地立马冷哼,转移了话题。 韩怀墨,弓剑禁卫队统领理工已经公认,你假传送职,要弓剑手离开大营驻守行宫,你可有什么解释。 韩相爷一愣,双腿立马软下,哑口无言。 陷害,这是明显的陷害。 李军被收买了,通敌的欧阳将军,理应外合的也是他。 韩相爷根本没有解释的余地,忒然跌缩在地上。 皇上会相信他吗? 不会的,皇上只知道欧阳将军是借机要夺兵权,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欧阳将军导演的。 退一万步说,即便皇上猜到了,皇上能怎么样? 军北越不在了呀。 欧阳将军心若狠,西楚便可攻城掠地,大舟必乱。 大舟一乱,西楚还不虎视眈眈,皇上还不得顾忌着欧阳将军翻脸,还不得把他这位相爷推出了以示让步。 韩相爷无话可说,这个黑锅他背定了。 来人,将韩怀莫押入天牢后审,封锁韩家,没有朕的命令,任何人不得进出。 天徽地冷声道,就在这时,军报又来,侍卫交集成上。 天徽地打开一看,脸色里马全白。 西京独孤贤云,亲帅三千精兵打头阵,离西锤关仅五十里。 二皇子立马下跪。 父皇,儿臣愿亲赴西锤,为大舟守江。 欧阳将军已跪。 皇上,请下圣旨,老臣愿亲帅援军同二皇子奋战沙场,保我大舟安宁。 一时间,文武百官皆贵。 天徽地终是等不下去了,立马下令拟旨,侍奉二皇子为西将军,调帝都近郊一万驻兵赶赴西锤,调北江百虎军往西北支援,由欧阳将军赞为统领。 截止后,欧阳将军又请求。 皇上,微臣斗胆,要十三几只手,欧阳策同行。 军北约的兵,哪是随便的人都能统领得了的。 即便是有圣旨在手,欧阳将军还是有所顾忌。 让欧阳策同行,他就不怕调不动白虎军了。 天徽地愁云满脸,挥了挥手准了。 使者大院中,临街的阁楼上,楚天阁看着朝西城门急驰而去的人马,春盼勾起了一抹得意之笑。 突然,包得向尊木乃伊氏的楚飞燕气冲冲而来。 他也不顾脸上疼痛,怒声质问。 楚天阁,这一些都是你主使的,对不对? 是,那又怎么样? 楚天阁反问,谁会想到是他呢? 谁会想到真正的幕后主使就在他们的使者大院被好好地伺候着。 欧阳将军不仅仅私通西京,而且私通西楚。 只是楚天阁是在得知欧阳将军被西京独孤贤云收买了,才插上一脚的。 独孤贤云想捧欧阳将军上位,夺军北越兵权,他又何曾不想呢? 不过他螳螂在后把了,他只不过跟欧阳将军保证这三年内不会动兵。 这三年,就随着西京和欧阳将军去折腾吧。 他要的只是军北越从此从大洲消失而已。 三年后,不管大洲是谁当家,他的铁迹都绝对不会提一下刘晴。 楚飞燕种种拍案怒吼, 你,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何亲而来的,你还杀军北越? 老姐,你应该庆幸输给韩子晴啊,否则,你从此就要守活广了。 楚天阁打渠道,心情好地开起玩笑。 你,军北越绝对不会死的,他不会。 诶,楚飞燕大侯,对于那个男人的爱早就超越了身份地位。 他很清楚,父皇是一定要绕道大洲宫东秦的。 军北越便是阻碍父皇最大的一块绊脚石。 同父皇作对,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 于公于私,他才想出了和亲这个办法。 却没有想到,同行而来的楚天阁并非帮他,而是另有所谋。 任由楚飞燕怒吼,楚天阁并不理会。 老姐,大洲要乱了,去准备一下吧,我们也该回去了。 我要告诉父皇,你骗我。 楚飞燕大步要追,立马牵动腿上的伤,痛得不敢乱动。 父皇只是要一个结果,冬秦。 楚天阁扬笑而去,可没走几步呢,却又折回来了。 对了,忘了告诉你,那匹吸睛野狼的獠牙,切有剧毒。 说吧,这他大不离开。 刘楚飞燕目瞪口呆。 不一会儿,眼泪便流了下来。 细交皇家马场,欧阳赤早就召集了十三纪兄弟,设法寻找主子。 影子当夜脊椎而出,至今没有消息。 琉璃阁的影位也都还没有回来。 不得不承认,十三纪头一回如此慌乱无措。 在大洲帝都居然会如此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,换做是任何人都想不到啊。 众人都还没有回来,找了快三天都没有消息,一个个又急又躁,都快疯了。 基本都是彻夜不归。 欧阳赤刚刚回来,便收到玄武大殿的消息。 正要走,门却被突然一脚踹开了。 只见欧阳将军头一个走进来,趾高气扬,威风凌凌。 二皇子在后。 两人进来后,侍卫立马纷纷拥入,将欧阳侧团团包围住。 二皇子,你们这是什么意思? 欧阳侧冷哼。 在他眼中,别说是将军,就算是皇子都不算是什么东西。 欧阳统领,皇上有旨,要你跟本将军走一趟北江,扶我调遣白虎军。 欧阳将军冷冷道。 白虎军? 欧阳侧立马哈哈大笑,高过欧阳将军一个脑袋,冷眼碧泥他,轻蔑至极。 欧阳一搏,你也配统领白虎军? 我呸! 一口吐沫,立马吐到欧阳将军老脸上,怒得欧阳将军拔剑直直。 今儿个,你要是不跟老夫走,老夫就踢你的头北上。 欧阳侧意拔剑,准备对抗到底。 而就在这时,军北臣却立马喊停。 都什么时候了,还要闹? 欧阳统领,欧阳将军敬重你是条汉子,念你是要王旧部,特意在皇上面前举荐你。 待西京退兵之后,将北疆交给你,你如今这态度,难不成是要抗旨吗? 拿圣旨压他,还说得那么好听。 欧阳侧不屑一鼓,哼,我是军人,只听军令,没有要王爷的虎符,我谁都不从。 北疆三军一直听军令,两位,你们死了这条心吧。 你? 欧阳将军怒声,岂能容忍军北越一个小小的统领爬到头上去,立马下令道,来人,杀了他。 欧阳侧不去,还有其他十二级,他就不信,没有不怕死的。 欧阳将军扶袖就要走,二皇子却又拦住了。 欧阳侧,你身为十三级之首,手上也有虎符吧。 军北越这十三级,每个人手下都有一只骑兵,驻守在帝都四方大门,这块虎符铁钉在欧阳侧手上。 你休想! 欧阳侧怒吼,猛地握住长枪,一身戒备。 谁知军北辰和欧阳将军立马后退,侍卫随即包围住欧阳侧,全部举起短奴,数十利剑全对准了他。 军北辰面对众人,谋容阴质掠过,冷冷下令,把心留给本皇子,给我射。 历声落,箭语出。 欧阳侧根本抵挡不过,一瞬间罢了,整个人便被射成一只刺猬,鲜血淋漓。 他连战都站不住,扑通一声,双膝跪下。 这些奴手分明是经过专门训练的,力道把握得相当好,即便他除了脑袋和心口,浑身上下全是利剑,却并不至于丧命。 军北辰也是有备而来,料定了他不会投降,他就是冲着他的虎符来的,他想掌控帝都。 军北辰这才转身,猛地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上,紧白的长靴踩在他心口上,取出短奴瞄准。 欧阳策,把虎符交出来,否则,话音未落,欧阳策便狠狠传他吐口水。 你们怕死,本统领不怕。 很好,很好,非常好,不愧是军北约一手练出来的兵。 军北辰笑得放肆,大手一扬,一个哇哇大哭的强宝娃娃便被一个奶娘战战兢兢抱了起来。 欧阳策立马大惊,那是他刚出生的儿子呀。 欧阳统领,你说,他怕死吗? 嗯? 军北辰笑得无害,奴剑缓缓移开,瞄准了孩子。 欧阳质怒得大骂,军北辰,你卑鄙无耻,不得好死。 你永远都比不过药王爷,你只会躲在阴暗的臭水沟里,跟鼠辈为伴。 这话分明刺到了军北辰的心,他眸光一愣,短奴转回,立马冲着欧阳至心口射下。 却突然坑的一声,短剑竟被一只银针打偏,射落在地上。 众人大惊,轻喜转头看向门外。 那个男人,那个男人就站在门口,一身火红的骑装,蓝绿地挂在高大精炼的身躯上。 上半身几乎赤裸,肩胛缠着的布条隐隐透出血迹。 末发凌乱散落,一身上下,无不散发出野性而危险的气息。 脸还是俊的人神共愤的脸,表情却是冷得人神共聚的表情。 那双深邃的黑眸就如同千年玄冰雕城一样,冷冽寒彻。 是他回来了,君北月。 一时间,屋内所有的人全都正了,一世安静的只有孩子凄凉的哭声。 君北辰的短奴瞬间落地,哐当一声巨响。 君北月还都什么也没有做呢,单单是往这里一站, 气场就足以将在场所有的人震慑住。 欧阳策里马谋光大量,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 他就知道主子一定不会那么容易死的,主子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。 迟迟都没有人缓过神来,直到君北月一脚迈过门槛,君北辰才缓过神来,不自觉地后退一步。 陷陷亮枪跌倒。 欧阳将军连忙掺主,心虚的手都禁不住发颤。 随着君北月一步一步走近,一是奴手全都跟着欧阳将军和君北辰后退。 别说是动手了,就是大气都不敢出。 君北月止步,眯眼朝奶娘看去。 奶娘吓得双腿一软,立马跪下去哭道。 妖王爷饶命,妖王爷饶命啊,老奴是被逼的,他们说老奴要是不把孩子带来,就杀了老奴全家。 滚出去。 君北月冷声道。 是,是,谢妖王爷不杀朕,谢妖王爷。 奶娘抱紧娃娃,逃命般地离开。 君北月这才醋眉,看向欧阳策。 孩子一走,偌大的大厅便寂静地连呼吸声都听得到了。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,君北辰紧紧握着欧阳将军的手,正要开口呢,谁知君北月却冷不防霸起欧阳策身上的短剑。 君北辰立马大惊,浑身紧绷到了极限才出得了声。 老四,你…… 可是话音未落,短剑立马灵力飙来,君北辰下的双眸大凳险些背锅气去。 而欧阳将军陡人一声闷哼,缓缓低头,朝自己心口看去。 这一看,立马惊叫出声。 那短剑正中他心口,力道在中一点点,哪怕就一点点,绝对会伤及心脏,一剑必命的。 君北月这是什么意思? 他知道什么了吗? 老四,你……你……你做什么? 君北辰硬撑着,大声问道。 君北月冷沉着脸,枝若网闻,大步冲他们走来。 君北辰心越虚,声音越大。 老四,你这是什么意思? 我们是按照父皇的旨意办事,抗旨是什么罪名,你应该很清楚。 是啊,妖王爷,我们是奉皇上的口语。 欧阳将军话都没有说完,立马被君北月一把揪入衣领。 他立马闭嘴,而君北辰最后一点气焰都粘了。 众目睽睽之下,数十训练精良的弩手在场,竟然没有人敢阻拦。 任由君北月拽着惶恐失色的欧阳将军,大步出门。 门外,子星已经被送上马车,顾太医正焦急地为他处理伤口。 影子亲驾马车,他正要回来的时候,在猎场附近听到了汗血宝马的鸣叫。 焦急过去找,见见主子和王妃娘娘回来了。 两人皆是一身伤,他立马禀明情况,三人便夹急朝马场赶来。 一见君北月揪着重剑的欧阳将军出来,子情微微一惊。 欧阳一搏怎么说也是个将军,君北月居然如此对待。 看样子,这一回欧阳家在大洲是再也站不稳脚跟了。 君北月将欧阳将军丢上马,这才朝子情看来,认真交代道。 回复等着。 等着?等着坐身? 跟他算账吗? 他可不认为自己跟这个家伙有什么账好算的。 子情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 君北月一跃上马,先朝帝都方向急驰而去。 王妃娘娘,伤口都处理好了,等回到王府后,再仔细做检查。 老臣先去瞧瞧欧阳统领。 顾太医公敬禀道。 嗯,子情点了点头,便跟影子离开。 一路急迟,他靠在高枕上,这才真真正正松了一口气。 君北月无疑是带欧阳将军直接进攻。 如今的形势来看,西京出兵不过是个幌子而已。 战报都是来自欧阳将军手下将领,谁知道真假呢? 君北月没有死的消息一传出,即便西京真有心开战,哪也得立马收敛呀。 要知道,君北月早在十七岁的时候,便亲率三十万大军不战而退西京压境大军了。 那时候他的羽翼还未丰满呢,而如今一旦开战,西京绝对占不到便宜的。 这件事西楚看似置身事外。 其实,子情正琢磨着,马车突然戛然而止,若非他反应及时早就被抛出去了。 怎么回事? 他一把掀开车帘,只见影子护在车前,前面十个影位,椅子排开。 对面的,竟是一批黑衣杀手。 子情和君北月一路回来,就遇到不少刺客,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。 如今看来,这帮人并非欧阳将军派遣来的。 王妃娘娘小心点,来者武功不低。 影子话音一落,厮杀便起,刀光剑影一片激烈。 黑衣杀手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幸好君北月这批影位训练有素。 以一敌二还是绰绰有余的,只是再也分不开身。 影子在一旁看得心急,恨不得亲自上阵,以一敌摆。 可是他还是不敢离开马车半步。 且不说王妃娘娘的武功如何,就说他现在的伤势,再强悍的高手,也动弹不得了。 子情犀利的视线,追随着黑衣杀手的一招一式。 这批杀手同那日猎场那批并不是同一批人,不管是招数还是力道,都比猎场那批更加很绝。 以一敌二的影位们分明有些弱势了。 回马场,快! 子情当机立断,然而就在这时,一个黑衣人突然凭空出现,猛的一剑从右侧朝马车刺来。 影子大惊,杨剑就挡。 坑的一声响亮,他原本以为对方的剑会被震开的。 没有想到两剑竟然相抵在一起。 影子立马戒备, 这黑衣杀手远远比后面那些要来得强悍。